在昨天也很聳动的 从白宫传出来的内线消息 跟你我息息相关 也就是这一段恐怖对话 毁灭台湾计划 这个是蔡正元委员有转载 就是在美国的一位主持人 他从白宫得知的消息 里面有特别提到 关于台美之间的部分 他问了一下拜登 他就问拜登说 这个新保守乌克兰方案 还要更具灾难性的是什么呢 那拜登当时回答就是说 等一下当你看到我们 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 里面提到这个字眼destruction 在这边毁灾计划清清楚楚 这在推特上面的po文 一清二楚 可是到此时此刻 我们发现美国方面 官方也好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反而是我们的外交部一大早呢 就跳出来 而且keep up 说这个是造谣 这是假新闻 说这个消息来源完全没有经过查证 而且以近几年 这个台美关系是最好的情况发展来看 美国高层不断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 所以这个是有心人士 有心人士刻意放大的 以美论反美论 而且是不实资讯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看到又有一个最新的说法进来了 也就是呢 补充说明 美国华府著名主持人 这位尼克森 隶属于俄罗斯的国营媒体的这个集团 那长期以来这个集团呢 就是俄罗斯的官方宣传工具 那甚至曾经因为在俄乌战争当中 还传播假讯息 而在2022年遭到加拿大政府的制裁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IT的声明 好 这个是针对这起传言 IT说美国对台承诺是坚弱磐石 IT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 40多年来美国的一中政策 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 和六项保证为指导 IT表示拜登总统曾经投票 支持台湾关系法 而且坚定遵守其中原则 包括了美国将要继续协助台湾 保持足够的刺猬能力 美国把任何非和平方式决定 台湾未来的力量 视为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而且高度关切 IT表示呢 美国将维持足够能力 抵制任何可能围挤台湾人民安全 社会经济制度的力量 或是其他形式的胁迫 最后IT强调了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弱磐石 而且有助于维护台海两岸 与区域的和平稳定 美国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以符合台湾人民的意愿 和最大利益 好 这是整理到目前为止 一个各方完整的说明 那我先请教一下蔡振元委员 对 你怎么看 那外交部一直说 这个是假消息 那说你是有心人士 你是等着外交部来告你吗 我心脏很好当有心人士 第一个AIT有没有说这一则是假消息 没有啊 从头到没有说是假消息 他有没有博弑说 拜登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对没有 所以我们在跟他讲东 他在讲西 他为什么不公开博弑说 那个Garland Nixon 你讲的话是谎言 有没有没有啊 没有 所以从头到没有人博弑 Garland Nixon讲的是错的 那请问一下你外交部有什么立场跳出来啊 你要么你就去指责Garland Nixon 说你的消息是假的 也没有啊 那就有在彻底讲说 Garland Nixon是什么俄罗斯通讯社 我要说一件事情 Garland Nixon现在每天都在上Fox News 他是Fox News在长期的什么 的评论员 就像我们有名啊 介大使整天上中天的TVB 固定来宾嘛 固定来宾嘛 所以我今天特别还把Garland Nixon 就是在前几天出现在Fox News的评论的那个镜头 就贴到脸书给你看 你说他是俄罗斯通讯社的记者 俄罗斯通讯社不会被制裁吗 你说那个电台是什么俄罗斯养的 请问你那美国没制裁就过来 怎么加拿大制裁美国没制裁啊 那你这个Garland Nixon如果是俄罗斯的记者 没有被制裁吗 他整天上Fox News 头衔还叫Political Analyst 在美国Political Analyst是很有地位的啊 那我请问你 你外交部在讲什么谎话啊 在讲什么谎话 意思就是说 这个美国没有毁台计划 那你就讲说美国没有毁台计划 拿证据给我们看嘛 那我告诉这个AIT也告诉外交部 你是对台湾是坚落磐石我知道了 但是你美国有没有毁灭台积电的计划 有啊 2021年12月22号 时间地理我讲给你听 美国海经学院的教授麦金 你写了一篇论文 说怎么样 要毁灭台积电 有啊 清清楚楚啊 台积电不台湾的护国神山吗 你们美国都想要毁灭台积电了 那我们怀疑你会毁灭台湾有什么不对 于情也于嘛 那这种消息在美国当然不会什么掀起太刀的波澜 那什么美国大部分人台湾在哪里还不太清楚 我说不客气一定的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什么故意放大了未经查证 我查证很清楚啊 Garden Nixon是谁啊 他还在美国名人传里面有他的名字 第一个 第二个你随便Google的这个人 第三个你上那个Fox News上去 他经常看到他今天骂民主党明天骂共和党 我不晓得他干什么 不是 而且这不是他自己写的吗 然后他还是有蓝勾勾 是推特认证的 对啊 推特认证他这个人是名人 对啊 当然有人媒体讲说 他的推特也只有一千个人 这个粉丝我去查一下不确定 我刚才看了他有七万九千人 我当然不知道七万九千人是多是少 但至少他是华府当地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某种程度啊 他在那边比台北的周一寇还要红 事实上是这样子啊 我问过很多人啊 他说Garden Nixon就是一大早起来 就今天骂这个参议员 明天骂那个众议员 所以很多参议员早上起来都看看有没有被骂 他就这样的一个人吗 所以就像很多很多人 都不能早上天天周一寇也会骂他一样 不过现在周一寇行情比较差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外交部你要不要查一下 你那么多人在华府混没有 早上起来没有听听 那个Garden Nixon的广播电台的节目 你怎么混的啊 还是你们英文太难听不懂 我知道Garden Nixon有个毛病 他是黑人嘛 讲的英文有个特别的腔调 那永明兄一定听得懂 接大使也听得懂 我不晓得这个吴钊姐听得懂 听不懂 好 可是这个毁台论当然就是毁台计划 那外交部已经是驳斥了 可是到底有没有毁灭台湾 降着一个比如说就是方案 其中一项方案 那毁台计划是不是是真的 来看看美国智库的研究 这个台湾沦陷后的市局 题目就叫这个够聪动了吧 是不是 假设两种情境的中共武力犯台 第一种 台湾应没有外援而沦陷 第二种 虽然外国介入 但还是沦陷 好 所以这份报告呢 就有八大要点 我们揭露了其中的五大要点 是重点 第一项就是美国领袖地位 及影响力示威 盟国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 吸引打折 第三 美国的联盟体系将会动摇 第四 各国将会采取自求多福 调整对中政策 或是考虑发展核武 第五就是产业链遭重创 请教这个教授 现在美国智库也都直接说 台湾沦陷后的市局了 那现在外交部告诉我们说 这个毁灭台湾计划 毁台计划这件事情不是真的 可是这个说得过去吗 我可以继续这样装瞎吗 我就觉得说 这个我们难道不应该是 要有这种危机意识 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东西是不是 那个Pacific Foreign 它是 就CSIS 它在夏威夷有一个叫 太平洋论坛 它是一个智库 我以前还偶尔会去跟他们开会 有大概几位还蛮知名的 在亚洲国家当中 就是说经常参加这些会议 谈这些安全战略的 他是谈着说 台湾沦陷后的市局 What if Taiwan falls 这是一个题目没错 但这个表示 当然第一个这是假设性 第二个 你要知道美国人看事情 就真的是往前看这么远 他从他自己国家的角度 往前看 然后假设各种你可能 现在这个时间点 未来有可能真的发生 不管他是哪一个 在未来哪一个时间点发生的 他会去看 他作为一个大国 他是有这个态势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事情 看得太严重 但是他反而告诉我们 美国已经在想到台湾 After Taiwan 在台湾之后 的中美关系或者是亚太安全 那他是不是真的有心保卫台湾 刚才的AIT里面 他写得很标准制式 但是他没有写到 我们拜登总统四次承诺 军事保台 你看他的官方的文件 不会写这个东西 他不是你总统亲自 在媒体前面讲的 但所有的官方文件 都没有 不会写 因为每次他讲的时候 他自己的官方 白宫跟国安会 马上就出来 我们一切政策不变 就帮他否认了 对 所以也算是否认吧 但是他 那你既然被否认 你还连续讲四次 你跟自己 这个自己的白宫 自己的国安会 在那边 这个吵架打脸 至于回到刚才 这个蔡久美提到的 这个尼克森 他是一个 应该算是激进左派 自由派 他是一个组织 叫做美国国家 这个就是 全国自由人权 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这是大概2000多个律师 通常都是比较是 属于左派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的国家的这种 就是董事会里面的成员 所以他有他的地位 他有他的地位 那至于他讲的这个话 我上去看这个推特 到现在还在 是他所有推特里面 大概是 现在最人气的 但是他没有删掉 他没有删掉 就表示说呢 他知道这个东西 请注意 但是他愿意留在那边 我们的驻美代表处 就应该去跟他接触 跟他理解 到底第一个 那个insider是谁 我想他不会讲 但你跟他确认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 insider 至于我觉得这个话的内容 我们自己是不要 那么严肃的看待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传话 insider一定不是他自己听 一定是传话 我们假设这个事情 不是完全他编造出来的话 我个人觉得 他不需要编造这个东西 那这个传话 有可能是这样说 我们要摧毁中国 经由台湾摧毁中国 我是随便编 因为你知道 我们玩那个传话游戏 你这个一楼传到十楼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这个会化传的怎么样子 但是呢 这里面最重要的关键 三个东西 第一个乌克兰 第二个台湾 第三个毁灭 你不准怎么排列组合 你就知道 其实乌克兰战争开打之后 整个西方媒体就认为 台湾会是下一个乌克兰 不是如此吗 然后你看 太平洋论坛已经说了 台湾之后怎么办 台湾毁灭之后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时候 在台湾的外交部 你就要用一种什么方式 用强调台美关系 这是正确 然后强调美国对台湾的重视 AIT的方式 这也是正确 但是他就不敢讲说 拜登讲的四次的军事宝台 你不需要去骂自己人 因为也不是自己人讲的 那上面也不是 这个蔡正元委员的推特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推特 我有推特 可是重点是说 这个Galem Nixon他在华府代表 随时可以找到了 对 至于他所谓 他们想要就是毁掉 毁掉一个人的言论的 这个有效性 最主要就是 最有效的方式是 毁掉这个人的人格 他现在毁掉这个人的人格 我觉得大不必如此 他其实在俄罗斯的这个电视台 是一个freelancer 有的时候会投稿 上个月还有写稿 可是呢 他是在Fox News 福斯电视台里面 经常出现 他也主持自己的地方的 广播节目 对不对 他就是另外一个像我们台湾的 比如说蓝宣 比如说这个唐湘龙 像这样子的这个人物 但是呢 他的立场是非常自由派 非常的就是说 是就等于是前进派 因此呢 他对于俄罗斯 对于乌克兰的战争 对战争本身 他是非常的反对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他 反战有错吗 你需要这样子去做 这样子一个知名人是 在华府的自由派的媒体 人的这种人格毁灭吗 不需要 因为你毁灭不了 不过说到人格毁灭 说到这个羞辱性十足 来看到这个美国参议院 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 这些人提出这个阻止 敌对国家影响讲讯息 模糊外国资金法案 其实就是禁止中国啦 禁止收买 中国的收买法案 因为你看到这个 这个法案的PAID 整个缩写呢 其实是PAT of Act 就是收买法案嘛 那使用国家包括了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韩 还有古巴 叙利亚等等 齐基大使 这个就是冲着中国大陆来的 就要摆明了羞辱中国大陆嘛 对 现在其实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 整体性的这种围攻 其实才刚开始 这都是美国惯用的 基本上他先要就是说 要不断的妖魔化 然后呢 把美国内部的这个 同仇敌丐意识建立起来 那第二个他要在全球 先把中国大陆的名誉先毁掉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 把他的反中联盟筹组起来 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美国这个Pasiflorent 他这个报告 他最后的结论 结论 他说美国 如果台湾的话 被中国大陆拿下的话 那美国在经济安全上 都会受严重损失 他说不只是美国的损失 而且是美国跟他的盟友的损失 所以美国现在必须要 赶快把他的 整个的联盟体系建立起来 把这一个体系 一起来围堵中国大陆 然后呢 嚇阻中国大陆 将来对台湾动武 所以这是他的整个的结论 所以他基本上美国打架 或者是跟人家冲突 第一个拉帮结派 第一个是 怎么讲呢 内部的整合 然后同仇敌忾 第二个就是把对手 完全孤立出来 然后呢 妖魔化形象 然后采取各种的 实质的制裁方案 先削弱 第二个就是搞这个同盟 第三个 这个美国这一次 这个台湾的问题里面 他还有一个很有力的 就是他内部有一个 非常跟美国配合的 那个一个统治团体 就是蔡英文跟吴昭燮集团 那吴昭燮这一次 说实话是违反全世界外交惯例 那他这个作为 美国没有叫 对 台湾在叫 这就典型的皇帝不及 即使太监 堂堂把堂堂 中华民国外交部 变成人家太监怨了 所以这是很丢人的 很丢人的 所以呢 我是觉得基本上 应该台湾应该要 向美国的Pacific Ocean 你现在美国五年前 绝对不会有人做这个文章 现在这个文章就表示 美国人的预测 大概这一场 这个台湾有关的 台湾的这个 战争是不远的 不管是美国人有意要推动的 或者说情势死然 不过这是已经迫在美界了 那台湾应该 蔡英文政府 应该要好好打算 你第一个 你就是说 如果说 两岸发生战争 美国自身事外 那么日本自身事外 那台湾的防卫战略是什么 我们的胜算是什么 你要分析一下嘛 你不能一开始讨论都不讨论 说我们觉得美国 对我们坚弱磐石 美国人从来没说 我要出力 不过说到了美国介大使 怎么看呢 美国的海军部长直接说了 解放军海军跟美国海军相比 拥有显著的优势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共产国家 他们在造舰造挺的时候 使用奴工 所以美国当然跟不上 这个就是美国人的话术啦 那是不是奴工谁 只有美国人说了算 因为美国人习惯于他讲的话 人家听得到 人家讲的话 其他世界都听不到嘛 他习惯了 可是问题就是 这种话讲太离谱 就是说 越来越没有人 越来越没有人 会去相信啦 那 不过我是觉得 中国大陆现在 对美国来讲的话 已经是怎么讲 已经是 走到针锋相对 你来我往 是啊 这一次 气球事件 中国大陆为了气球事件 禁掉美国两个大公司 那个事实上他认为造成经济损失 是他这两个公司卖到台湾的所有军售的两倍 这美国大公司第一次被全面性的 在交易贸易跟投资上被中国大陆整个封杀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是强硬起来了 那我觉得这种强硬是基本上是避免两岸真正摊牌 可是呢 如果真的要到摊牌那天 我是觉得两岸战争 有的时候真的也不见得完全可以避免得了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